麥堅迪昨天出席加拿大經濟學會的活動並發表講話 獲得多名聯邦自由黨的重量級人物到場支持 當中包括臨時黨魁李博 隨即有傳言說 麥堅迪在上月省選只能組成少數政府 可能會考慮轉戰聯邦政壇 他今天作出回應 強調從來沒有考慮過進入聯邦政壇 也從來沒有改變過立場 他更加開玩笑的說 希望一直保持與安省的這段婚姻關係 麥堅迪在昨天的演講中 中提及李博被認為是罕見的 因為李博原為安省新民主黨的省長 曾經是麥堅迪的對手